20号首发到现在 这个16Promise我已经使用了有一周了 那么从15Promise换到16Promise 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只想说真的没有任何感觉 如果你近期有想要换16Promise的兄弟 我这期视频你一定要看完收藏 避免买完后悔 首先从这一个外观来讲 它这一个16Promise的黑边 你来看一下 确实是小了不少的 你应该看得出来 然后的话就是它从6.7英寸升到6.9英寸 它宽度是没有变化的 机身稍微长了那么一丢丢 这一点点 但是其实我自己日常使用下来 压根感受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其次就是边框这里加了一个拍摄按键 但是我说实话 这个按键真的非常激烈 因为有时候你想要这样子去拍的时候 它就容易误触 并且你日常真的需要去操控它的话 它就看到了没有 特别的不灵敏 而且我必须吐槽下这一个沙漠镜 它简直跟这个13Promise没有什么区别 好吧 或者说你们买的是白色 原色 黑色 也跟15Promise没有区别的 内存和CPU来讲的话 16Promise是A18 Pro的芯片 15Promise则是A17 Pro的防智处理器 而它们两个同样是8G兵型内存 我们单单从软件的打开速度上来看 确实是16Promise 它的反应速度会更加快一点 不过就我们单单日常使用的话 其实确别不大的 不过因为苹果它的系统生态环境比较好 所以这两个型号不管哪一款拿回去用个好几年都是完全不会卡的 然后再来说下续航 这一次的话它因为机身更大了 它可以塞下一块更大的电池 续航能力是有所提升的 我自己个人使用下来的话 感觉是提升了个一个小时左右吧 不过这两个机器不管哪一款都是一瓶一重就足够了 但是它这一次的相机都是升级蛮大的 因为15Promise它是只有一个主摄摄像头是4800万像素 而16Promise它三个镜头全部都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 我自己使用下来的话是感觉这一个前置没有那么发挥了 但是它的后置移着一个广角说实话 你们有看出来有什么细节上面的变化吗 就是我不知道它这一个发布会讲了一个小时的这一个镜头升级 到底是升级到哪里了 兄弟们就是一样的吗 总而言之啊 如果说你是预算非常充足的 或者说是摄影爱好者的话 就可以考虑换一下16Promise 最后就是价格方面了 你像15Promise啊 现在这种新机 项率100充电零次的 然后最便宜的版本 它的行情也就5000左右 然后16Promise它现在最便宜的版本 虽然说已经可以开卡了 但是它的一个价格依然要卖到8000左右 而且它技术还不是很稳定 因为它是非线开卡 那你还不如去买国行的呢 国行现在的各大平台都已经破发了 行情是9599起 跟开过卡槽的相比的话 也就相差了个1000多 所以兄弟们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选